今天來到我,Mr. Saka,新開一間熱男餐館 看樣子好像挺好吃的,我先試一下 這個就是名額,還有地址電話 它的菜單很好,起碼可以讓大家有照片看 如果不認識越南野的人,就可以看圖色字 不過大部份吃越南野的朋友都應該知道什麼 價錢都是一般,沒有街坊客,是這樣的價錢 在這裏是正式越南林開的,請服務員全部講越南話 我見到初步有一個很大的牛骨餐餐 如果你喜歡的話,試一下,不是加加油 就算有那些都沒有那麼漂亮的,沒有那麼大份 有些桌子訂了,但我不是那麼喜歡吃的 尤其是是一個好玩的人 既然有那麼大份的骨,又要拆骨 我就跟媽媽一起吃 那我還有另外一份,就吃 樓底都挺高的,雙手得 又有個尿龍,我也挺喜歡 我很喜歡養雀仔,我從小到大養雀仔 這個就是我叫的豬肉的燙汁 謝謝的越南餐,我告訴你很地道 你看看,真的越南餐是給很多很多料理的 不是說少少的,以我經驗去過這麼多間 越南餐廳的菜,我吃過這麼多次都很香 很有越南餐的味道 剛剛吃了這個蝦腩 好像豬肉餅一樣的,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不錯 很多菜,香料 很好吃 如果你來,可以試試這個 還有四五個不同的食物 挺好的,不過我也要星期五六日才有 那你來,就試試這個 那你來,就試試這個 小T,跟我去開我家Yums 老闆娘那裡 這個價錢給老闆娘那裡 差不多三至四元 數量小老闆娘 謝謝 這份就是越南烤豬扒飯 這個份量很大 你看看,多漂亮 不錯 這個做得不錯 蛋也做得不錯 你都開來試試 這個不錯 不錯 你看看 這個呢 就是 越南的烤豬肉扒 烤豬肉扒 你放進去 湯汁 魚露汁 混合很多其他材料 挺好的 挺有趣的 你經常吃開的 乾身的烤豬扒 你剛才給你看那份 那你不如試試這個 那你不如試試這個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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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直接吃其他地方,没有那种越南鱼 其实它的材料都很多,吃了我的猪肉饼就是越南鲜香腸 它就是一些猪肉的,烤到一片片 这个挺好的,你可以叫它 它就是57号号 它有一样的好处,就给了很多很多的生菜和其他的菜 我们就拌在一起吃 它给了很多很多的越南米粉,太多了 我已经吃了很多米粉,但是太多米粉 不错,这个不错 这里就是整个餐厅的铺子 楼底很高,很高,很高,很舒服 对着窗户很开扬 它四边都是玻璃窗 所以挺好的 很开扬 吃完了,这餐很容易,真的不错 看起来,七十几分 虽然我开了差不多三个星期了 但是还是很旺很旺 不停的有人来 看得不得了,看得不得了 所以我,如果你要来的话 你千万不要去午餐旁边 因为太多人派对了 好像我两点后来了,OK 吃完越南餐,就来了Square One 走一下,看看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日口 旧的日口 现在是春天和夏天 所以很多春夏季的女装 进来这个百货公司 走 现在的所有商场都好 很大部分 都会让你坐在那里 让你转转电 万一你真的忘记了 带你的充电 或者你的机器要够钟 让你转转 让你转转 挺舒服的 我看错了 这一家原来好像要付钱 有没有可能呢 其他我去的商店 就有位置让你坐在那里 不用付钱 不用付钱 这个Session 应该是旧区 不过很多年前 曾经装修过 不过也有一种旧的感觉 黄的 咖啡色的感觉 新起的Session 就干满很多了 不过有一个不好处 不够这些茶座 平时 VL 找不到位置 应该做多些茶座 让人喝东西 坐在那里 休息一下 好 这个Market Place 我最喜欢吃它的 Apistodo 五个多 好漂亮 好漂亮 根据我个人自己的经验 很多时候 特意出来买东西 是买不到的 有时经过 会碰到一些东西 是对的 所以现在 那一碰到东西 我打算是会用的 是对的 我会去买了 我会去买东西 我会去买东西 所以就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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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东西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这个Market Place 在3年多 前4年前 一个食物区域 就是 想和食物区有些分别 今天天气很漂亮 是黏着夏天的天气 很漂亮 很漂亮 是南天白雲 虽然天气这么好 但严格来说 如果你跟东南亚 其他大的商场来比 都是人很少 是不是 加拿大需要多些 好质素的移民才行 这里也是一边 旧的 Square One 不过很多年前 就重新装修过 但始终都是 比较 感觉旧的 跟新起的那些 相差很远 在一个Session 新起了大约10年 光亮很多了 现代化感很多了 其实今天精神 都不是足够的 虽然睡了8个小时 但是 睡得很好 睡一会儿又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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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 起码10个小时 我才会很精神 都可以的 天气很好 但人就不太多 这个Session 这个Session 大约是 七八年前 新开的 所以 就漂亮很多了 即是 现代化 开扬很多 对不对 在Square One 对面 过去20年 可以满了很多 新型的Condos 越起越多 不断的起 成成了一个 很热闹 很热闹的 大都会的小社区 很多年轻人 是在这里住的 一边都是新起的